倫敦的莎士比亞環球劇院 今年再度來臺灣 為了慶祝莎士比亞四百五十週年生日 他們從去年開始就徵選十二位演員 展開為期兩年 環球巡演沙翁四大悲劇之一 《哈姆雷特》 這個全球巡演活動 最近來到臺灣 臺北是他們第一百八十五場演出 一起來看看他們環遊全球版本的《哈姆雷特》 這是一個問題 在簡單的舞台上 演員靠著戲服 道具和一片布幕幻場 呈現出不同於現代劇場的簡樸感 這是來自英國的莎士比亞環球劇院 特別是他演出的形式 大概四百多年前莎士比亞劇團 他們在巡迴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的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在莎士比亞劇裡面 他需要很大量的語言去描繪 描繪情境 描繪風高等等 這都要靠語言來激化觀眾的想像 這時候你回到那個形境的時候 現代觀眾再來看 你會知道莎士比亞講這些語言的時候 幾乎沒有一句是繪畫 最詞 都有他用語 直演沙翁劇的莎士比亞環球劇院 為了慶祝莎士比亞四百五十週年生日 他們開啟了一個為期兩年的慶勝計畫 決定把原汁原味的哈姆雷特 帶到世界的每個角落 集合十二位國際演員 他們以倫敦為起點 從歐洲 非洲到太平洋的每一個小島 並與台北藝術中心合作 台灣也成了他們一文壯遊之旅的一戰 這兩年全球都在莎士比亞 那Globe這個環球劇場的計畫 非常的crazy 全世界走那麼幾百個國家在兩年內 那當他們跟我提出來說 他們想要在台灣找個地方演 但是沒有人可以主辦 我想台灣在這個世界的 舞台劇場裡面 他不能缺席 我們在一個很幸運的 優惠的位置 能夠看到世界 而我們能夠見到世界各國人 所以這是一個很不同的 唯一的方法是 是一個比較獨立的經驗 經歷了超過17萬公里的巡演後 演員們非常開心 第185場的演出在台北 它是非常驚喜的 它是一個驚喜的地方 和無限的可能性 我認為Dominic 剛才提到 我們剛才開始演出 西方的島嶼 所以我真的在一個大城市 我生在一個大城市 所以我真的喜歡城市 所以感覺像是回家 哈姆雷特早在1603年 首演後的五年 就展開過世界巡演 足跡包括歐洲 中東 南亞等地區 這一次莎士比亞環球劇院 將走遍世界205個國家和地區 徹底執行這項環球傳統 全世界巡演 通財 Blau